那姑父在公司手脚不干净 被降职降薪这事 这个你总该知道吧 瞎说什么你 他要是真心待你的话 就不会成天晚上去夜店 跟年轻姑娘们鬼混在一起了 你 你 谁敢力 你这么多事情来着我 你这么多事情来着我 海飞 回来了 你 你找我有事 是这样 之前不是一直老说 要把房租 利息啊什么的 都给姑妈妈 但是走的时候又闹得那么难看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一个人回去 想让你跟我一起回去 然后我把钱给他们 行 姑父 姑母 你们这么站着 我们两个晚辈都不好意思坐下了 坐吧 我们一会儿来吵架的 艾薇 你不要这么装模作样的 我知道 你现在发达了 你有钱了 所以跑到我们这来示威一下 就着呢 也给你爸出出气 但是你别忘了啊 你爸当时是因为脑移血突发过世的 和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姑姑你知道我爸爸过世了 你还记得呀 我以为你忘了你曾经有过一个哥哥吗 废话 那你说 我们两个的钱是哪儿来的 那也不是大风刮来 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 你爸当初的那些窟窿 你把自己卖了嫁给一个有钱人 不是也没填上吗 你不用到这里来 随便来找人撒气 这是不道德的 姑姑 你想哪儿去了 我今天来 就是来看看你们的 我们不是也好久没见面了吗 你会有那么好心 我知道你现在长本事了 连交易都不是你的对手 我跟你姑妈 现在在你眼里 不过就是玩菜 但是啊 做人啊 得摸着自己的良心 你当初到美国的时候 吃的穿的住的 不都是用的我们的 现在你们人模人样的做的事 还不是靠我们吗 对了 还有你这个穷酸男朋友 做人是不能忘本的 不然会遭雷劈的 我发现你们两个都真逗 这么长时间没见 你们说话那样一点都没变 姑父姑母说得对 做人确实不能忘本 我今天来 就是来感谢你们的 看看 够不够我们这些年在这儿的住宿开销 怎么不拿呀 原来你们现在不喜欢钱了 不要我可就收回来了 够 够 再住十年都够了 卫月啊 你是真有出息了 不愧是嫁过富豪的人 大气 大气 你们满意就行 也不早了 姑姑睡眠质量不好 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喂 再坐一会儿嘛 说实话 我们也一直想知道 你们家现在的情况 你妈身体还好吧 谢谢你的关心 谢谢你的关心 再坐会儿呗 这里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以前我们从学校回家 走的就是这条路 跟今晚一样 也是你跟我两个人 我刚才我突然间发现 姑父 姑母 他们好像老了 我就脑子里想着 全是他们以前对我的好 他们那些对不起我的事情 都已经不重要了 不管怎么样 永远都是一家人嘛 卫月 其实我今天愿意跟你一起来呢 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 跟你能够聊一聊 千万别 这么美的夜色 你千万别说一些 煞风景的话 海维 走出来吧 你从那位置的将来打算 难道 你对我们的以前 一点都不留恋吗 我跟你一样 非常珍惜我们的过去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劝你早点走出来 我不想亲手 把这份美好的回忆 弄得支离破碎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做不到 我一直爱着你 我做不到 海维 对 如果今天换成小青跟你说这些话 你是不是就心动了 你跟小青都是独立的 都是令人尊重的 所以不要放在一起比较好吗 但是愿意让自己变成卑微就是爱啊 就像你之前爱我一样 你会拼命地去打工赚钱 替我的爸爸还债 为你的爸爸还债 我出去打工 去挣钱 那不卑微 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 那是一种责任 其实从我们分开之后 我很多次地回想我们的过去 可是很奇怪 我能够想起来的只是你 无助的眼神 还有 不断往上累积的数字 我很难受 真的 但是令我难受的不是我们的分开 而是因为你的遭遇 真的让我很不忍心 你想跟我说 你对我的不是爱 是同情 你告诉我什么是爱啊 平等 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谁也不是谁的拯救者 不要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 你还年轻 你还有很多时间 你应该去做更多 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啊 实现我的梦想吗 你们来美国是实现梦想的 我来美国是破灭梦想的 当我在台上演出 底下的观众 还没有台上演员多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的美国梦已经破了 一次失败的演出 不代表什么 只要你坚持 不要放弃 在美国没有人愿意看一个 黄皮肤 黑头发的人演出 你明白吗 我要演出 首先要戴上假发 化上大浓妆 把我自己扮成一个美国人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 绝对是真的 人家说他在交易那儿 狠狠地刮了一笔 现在这些钱 对他来说就是茫茫语 他没必要拿假的骗子嘛 姑父 姑母 谁啊 艾薇 他们回来了 开门去 艾薇 快进来 艾薇 你回来了 快坐下 坐 坐 艾薇 刚才我跟你姑妈还念叨你呢 怪不得是一家人啊 心有灵犀 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 要跟我们说 刚才肖战在 不方便 对 姑母 你还真是了解我 刚才有些话 我确实还没来得及说 我知道了 你要给你姑父 找一个新的工作 对 薇薇啊 这个做生意这块呢 我也懂 好 那我就聊聊你的生意 你刚卖了个铺子 在唐人街四川菜馆的楼上 你 你怎么知道 我买的 那个铺子地段不好 租金一直在跌 所以要把钱投到其他地方去 姑母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吧 是 是 是啊 是啊 那她有跟你说 其实她在股市上 亏了很多钱 被迫卖的铺子吗 其实我要感谢我姑父 要不是你啊 我也不可能 低于市场价那么多的价格 把铺子买到手 您替我省了不少钱 你别听她瞎说 姑妈 那个铺子地段很好 租金年年都在涨 等旁边主干道一通车 我至少可以多赚 十几万美元 今天给你们拿支票 也算是一点补偿 姑父的眼光 还是相当不错的 姑母我想起来了 那姑父在公司手脚不干净 被降职降薪这事 这个你总该知道吧 瞎说什么你 姑父 我姑妈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像你这种 连自己屁股都擦不干净的 将来打离婚官司 会输得连底裤都没有的 过来呗 过来 姑母 你到现在还在替她说话呀 我真是为你感到可怜 你以为你现在 有钱就可以拥有一切了 你以为你老公是真的爱你吗 他要是真心待你的话 就不会成天晚上去夜店 跟年轻姑娘们鬼混在一起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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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姨 丹丽 你这么多事情反着我 你这么多事情反着我 大师姨 还跟那个小妖精来 你神经病啊你 你住手 死人 你 你这个过步 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 丹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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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